嗨 歡迎去播 大千千 嗨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千千姐好 對對對 欸 真的是期待好久等你好久 這樣子終於來現場了 剛剛那個Stanke姐就說 你好像回娘家這樣 真的啊 其實是啊 很親切的感覺 很親切 我覺得很愛你們這個地方 這個髮廊真的很好 這個髮廊這裡 剛剛有人幫你按摩啊 洗頭啊 累的嗎 其實設計太悶了 所以設計師都沒空 後面那個海報掉下來 後面那個海報掉下來 後面那個海報掉下來了 我身上好了 真的太酷了 是的 這是我們小凱學不凱的最新專輯 就叫做等無愛 等無愛 現在我們在直播 對 我們現在在直播 而且是兩台喔 我跟你說我第一次開直播 是為了我嗎 是為了你 你太感人了吧 想哭嗎 難怪今天穿這麼紅 因為早上去做動圖點 這樣子 喂 謝謝 沒有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們跟我們那個粉絲團 聽眾朋友們 Say hello 大千電台的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的粉絲團 還有小凱的粉絲團 還有小凱的粉絲團 今天雙雞耶 雙雞 怎麼那麼難得 你看這麼專業 我覺得只有大咖才會享受這種待遇 你知道朱哥亮老師來也沒有 朱大哥來 朱大哥 朱大哥 因為他對於直播比較不懂 說的也是 說的也是 所以跟大家問好 因為我們今天有好多聽眾 我在預告的時候 他就在我們的留言板下方啊 留言說小凱唱歌多好聽多好聽 然後你是我們台語歌天王的接班人 什麼的 敢當不敢當 真的 然後我剛剛最後看到一個留言 是蒙凱嘛對不對 是 蒙凱說他們全家都是你的粉絲 這樣子 啊謝謝蒙凱 感謝你們的支持 蒙凱也有凱耶 沒有在follow我 來我們今天呢 就這個 丹某矮的專輯 我就跟聽眾朋友講說 這張專輯是一張好多元 然後好豐富的 那個曲風的歌 是 就像我們剛剛在那個上一段啊 就是新聞之前播了一首 望明月 望明月 然後我看你那支MV 我覺得好漂沛喔 史丹凱說 我看你那個MV 從第一秒播 我笑到後面 他說到底在笑什麼 他說 他說 不知道啊 就是一個很衝突 就是一個很文學的東西 然後配上一個很現代的服飾 服裝這樣子 對 無體霜滿天都有在裡面 對 是 然後你說這一張專輯的美套衣服 其實都在日本買回來 我知道啊 聽說你就是這樣一直試穿 超過百套以上 然後 有 你的白眼翻得好標準喔 很累 真的很累 尤其 從早上十點 走到晚上十點 然後 這次的衣服真的是 加在行軍你知道嗎 哦 就是快步快步 每一間然後看到哪一套就趕快試 對 因為在行軍有跟我們去 所以他知道的店都在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 譬如說從表餐到就走到那個 元素 新宿 就這樣走 好累喔 是 刷四十幾萬 超過 美金 公公司也有 美金 沒有啦 台幣啦 開玩笑啦 台幣台幣 美金 哇 美金有賣房子 所以你這一次的那個專輯裡面 所有的造型 都是日本製裝回來的 從日本回來的 好看耶 喜歡嗎 我覺得很喜歡啊 感覺很棒 尤其我最喜歡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 自己個人最喜歡的 來一張 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麻豆明星 哎呦 哎呦 看一下看一下 是 就這一張 超有feel喔 脫下巴耶 脫下巴 而且呢 我都沒有講好 是 攝影師沒講好 是 大家都知道我對於我的粉絲 會稱為花花們 對沒錯啊 對啊 這麼一朵花就帶給你了 這麼一朵花 好用心喔 我的天啊 難怪粉絲這麼愛你 很開心 而且你最近在你的那個臉書 還放了一張照片 我本來想說那張照片做我節目的預告 是 應該看不到你的臉啊 就臉上就是蝴蝶跟那個花 有沒有 那張照片 對啊 那張超有意境的 我跟你說 那個是我在網路上看得到的 對啊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想要收集這樣照片的人 OK 所以我的那個照片集裡面很多都是 很多人都是類似那樣的不同照片 我想說下次假如說有演唱會什麼的 我可以拿來 你覺得用這樣嗎 對 真的假的 對 就是完全看不到臉耶 我喜歡這樣子 就是不知道你是誰這樣子 我就是不喜歡那種 我不喜歡 我喜歡不按 我喜歡不按牌理出牌 OK 很棒啊 而且這一次很多的照片都拍得很好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像是你的那個 你知道寫真冊的感覺 半個兩點半 我知道 阿公有套早起床的一塊 套早起床 尾鐘然後 周車遼頓到了那個晴天鋼 對 然後為了等那一道 呃 生起的陽光 就是生起來的那個 這算曙光嗎 曙光 對 然後就為了那個光 我覺得為了那個光 就是那個光 可是拍起來的效果蠻好的阿 很多張我覺得那個感覺都很棒耶 有比較成熟一點了吧 有 有 就是一個親熟男的感覺 OK 可是私底下還是像個小孩一樣吧 不會阿 粉絲就愛你這位 不是嗎 孩子有 私底下就這個樣子啦 對 我們現在背景聽到了這首歌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剛剛跟曉凱講說 是 這首歌我還蠻喜歡的耶 你說 Tango這一個 對這首歌就痴心Tango對不對 這怎麼了 你幹嘛叹氣 因為 我要必須講 這張專輯的每一首歌都是 快跑逼到 一個極致 一個臨界點 就是會不會再衝破 就可能真的會變成神經病 為什麼 太難唱了 真的有的那個從頭到尾好像都在飆高音的感覺 對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 汪明月那一首歌 對不對 當公司收到這首歌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鼓吹說 你可以唱這首歌 然後聽了Demo 我就說 你們在整我嗎 我怎麼可能會去唱這種歌啦 有一點點那個Rock的感覺 對有一點Rap這樣子 Rap 對然後 就是我的音樂老師 就是製作人 曹旭隆老師 曹旭隆老師就說 他就默默在旁邊說 我可可覺得可以這樣這首歌可以做 就出來應該很有趣 然後我想說 好 既然老師都這麼講了 然後畢竟我也是衝你做到愛挑戰的 我說好那我就試看看 是 結果在錄音室我真的是誇到崩潰 因為譬如說 有一句呢 他是要一口氣把它唱完的 對 望明月 對那 你要現在來 好啊 快點現場現場現場 過去感人是一台雅丹台 以為在愛情的世界 會當吹到三明海 世的親愛 一口氣耶 一口氣 然後我就覺得 快要淡親了 我自己聽了我又在哪邊掛耶 我說老師來我們停一停 是是是 我說 我試看看一口氣把它唱完 然後老師說好喔 你厲害喔好喔來玩喔 好喔 所以就這樣子玩出來了 對所以我覺得我的partner 都是需要那一種可以去挑戰的 我覺得他很棒耶 還有這一首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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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聽眾朋友們 到底哪一首歌讓他唱到快要斷氣 就是 超崩潰 真的 真的 我在錄音室的時候 冷氣已經調到18度了 嗯哼 然後 短短狂 快點 那個蛋哥你那個 雅天鏡幫我調一下 再低一點 是 然後你唱到已經 臉紅了 整個臟紅的感覺 臟紅 然後已經沒有辦法呼吸的那一種 就這一首歌 好可怕喔 然後錄完的時候 老師就說 你知道我最愛這一首歌 然後他說 對啊很難唱到 已經有習慣了 然後他說沒有這首歌讓他想到 他 超老師在北投 在當樂手的時候 喔 那種演歌的 小時候那個演歌的那個 對因為北投那邊還有很多的日本歌 對對對 對所以他會想到他以前 在伴奏日本歌的時候 對 對 欸好棒喔 你也勾起了人家 不想回應了 我想知道曹老師其實就是一個 大家對他來講 好像是一個很悶 不是悶 就是很 很難相處 不是沒有 不是 就是比較威嚴的 因為是音樂大師 就是很有那個音樂大師的架式 對 其實他是很可愛的一個人 有啊 而且還跟你分享很多的那個什麼 養生之道之類的 對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就是開始 喝水 喝水 就是喝水 糖分的飲料都不碰 除非說什麼紅茶就不要加糖 嗯 咖啡就喝黑咖啡 這樣子 完全不要碰任何一點甜 有啊 腳都出現了 真的嗎 你都 因為人生呢 就是在追求這個角度而已 角度 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 代表我瘦身的那個 看得到嗎 對 就這個脊腳有沒有 好煩喔 然後重點是皮膚也好了 對不對 對 因為它們算是那種過敏肌酸 很容易長粉絲痘痘 對 可是 就真的 這樣子喝水的狀況之下 真的感受很多 哇 所以大家可以學習一下小凱喔 就是多喝白開水 然後盡量要掃糖 對不對 然後健康生活 我們上次在大西time 的時候 對對對 在桃園 對 在桃園的時候 剛好就是我在錄音的時候 喔 對 所以我就是一直提成 我只要到任何的活動我都會講這件事情 沒錯沒錯 是一個很好的養生專家 以後應該會接到很多水的代言 水的代言嗎? OK啊 我覺得讓大家身體健康 多樂富耶 我覺得很棒 是 我們現在來聽這首歌好不好 好 就是歌作是想你的時尊 我們は人天體健康的情牆 與我們做他的天體, 世界第一個初心祝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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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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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